大家好,我們今天就想探討一個跟科技有關的倫理問題 其實好像說得很深,但其實跟我們生活是相關的 我們看到今天的嘉賓周崇明先生,我們一年前應該都談過一次的 那時候你還在香港,現在你去了加拿大 至於怎樣走的問題,大家都心照不需要再專注 今天就想說一個職業的話題,就是你的新書出版 新書其實在現在這個時勢,有很多種類的書是很貼近時事 但是探討一些 macro的,即是哲學等級的層次 通常都不會是很大眾的內容 但是正正是這個大時代,我們除了看一些最貼身的議題之外 也要看一些宏大的大論述 這次你的書是想說人工智能對我們人類前景的影響 在幾年前有一套書是很暢銷的,即是《人類大未來》等等 《未來簡史》,《今日簡史》 這一套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暢銷的 在香港當時也有很多人討論的 但是經過了19年 似乎大家對這一類大議題的興趣又相對沉積一點 我不知道現在最新的情況如何,不如請你介紹一下 你最新的著作,想帶出什麼的重點 好,謝謝Simon 那本書叫《迪托邦》,《智能革命下的四種人類未來》 剛才你提到那本叫《未來簡史》 或者叫《人類大命運》 是Harari一個以色列很出名的一個歷史學家 其實那本書都已經出了七、八年了 那當然我剛才說的這個題目 就跟那本書是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但是其實在過去這十年、八年 有很多新的發展 那為什麼我會有興趣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研究香港的社會政策 特別是房屋、地產那方面 那我一開始 為什麼會涉獵這個題目呢? 都是跟特區政府它大概五年前開始 就在那裡推創新科技 那還有是跟那個大灣區的一體化呢 就似乎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接著再之後就大家可能越來越看得清楚了 譬如這個中美貿易戰 那裡面涉及很多都是跟一些 就是高科技、創新科技有關的一些爭議或者議題 譬如華為、TikTok等等那些 那你就會越來越看得清楚了 其實科技它本身 就不是自己一個行業來的 它跟很多的經濟、政治、國際間的一些大國博弈 都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那我想這個題目是 就是社會科學來說是少人經營的 但是我亦相信越來越多人應該會留意到那個重要性 因為如果不是即使香港發生的事 我自己也有一堆研究開所謂未來和國際關係的議題 因為始終在整個世界 譬如大資料、機器學習等等 新科技很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以及國家內部的運作 譬如選舉 那怎麼辦呢? 那你看那些所謂BOT 究竟又如何可以劃分呢? 如何去定義呢? 如果我們被他們過份影響 那這些還是什麼真正的民意? 而且諸如此類 其實都是很多外國專家很積極探討的 那你著作上 你希望要警醒我們想思考哪個方向? 譬如你剛才說的 那個跟現在的一般的民主政治 或者選舉政治的關係 那我想尤其這幾年大家都越來越看得清楚 無論是川普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 尤其是比較極端的民粹政治裡面 那當然跟社交媒體 或者跟人現在怎樣去理解政治 或者去討論政治的方式 是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我想我的書特別想強調一點的 就是其實科技不是在決定著 就是我們那個政治的未來 甚至不是在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未來怎樣發展 那這個其實背後有一個 可能都很值得 大家可能未來有很多機會探討 就是叫 當然是一個科技決定論的一個世界 那我想寫這本書其中一個根本的理據 就是我會覺得不是的 答案是不是的 原因是首先智能科技 當然它的影響力會是極大的 如果不然也不需要拿出來談 但是同時其實它本身不具備一個 決定性的作用 它是必然跟其他的因素 譬如剛才說的政治和經濟的因素 去結合 才會產生出一些它究竟有沒有一個天時地利人禍 來令世界變得更加好啊 或者更加差呢 那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結合的 比如說剛才那個政治為什麼現在會這麼極端化啊 或者那個民粹的傾向令到整個世界 就是一方面是沒有大台啦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都會霧現了很多一些比較激進的 一些不同的政治思潮呢 那當然那個社交媒體或者整個資訊科技的發展 是有它的角色的 那但是我也都會嘗試去看回呢 其實整個世界那種右傾啦 或者是另外也都某程度上也都有一些左傾的思潮呢 其實它背後是已經根深契固在過去 四、三、四十年的全球化裡面 比如說傳統那個階級政治的瓦解 傳統政黨那個機器很難運作 其實這些東西呢 就不關這個資訊科技的 但是資訊科技呢 就反而是有少許煽風點火的 去助長了很多一些比較激進或者民粹的思潮 那兩個東西合起來的時候 就令到世界的問題越來越難解決 或者越來越走向一個死局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用回演算法的例子啦 比如說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對話 那如果我們的標題 做一些標題檔啊 驚天體啊 那根據現在的演算法 那些就會出發出來的 或者如果我們是否完全不關事 都可以加一些 某些爭議人物的名字 在題目或一些照片製作 那就可以排高一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自然大家都會跟這個公式的 那無論你本身主觀議員想怎樣都好 只要你想增加你那個 網上的甜擊率或者exposure 就行這一套 那變成是被他們牽著走的 那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突破這一種 都叫做人工智能所帶來的 都幾影響我們思維和做法的一種現場 絕對是的 那譬如剛才說的演算法 也都另外一個衍生的效果 就是你喜歡看什麼 他就不斷圍回類似的東西 就是涉及那個同溫層效應 或者大家圍勞取暖那樣東西 那是導致到那個 傳統那種公眾輿論 或者是在大眾媒體的時代 就是有一個的 就是整個社會嘗試去尋求共識 去塑造一些的政策議題 以致到在一個議會政治裏面去 找到大家的決策的機制 那現在是沒有了這件事 是沒有了一個的機制去令到大家 可以真的談到東西 和令到那樣東西 是慢慢收窄那個分歧 和去真正去符合到 那個民主制度的那個需要 那接著那個問題就是第一 就是你說 那個科技可不可以回頭呢? 或者那個科技有沒有一些出路呢? 那當然現在其中一個 可能比較大家關心的議題就是 社交媒體 例如Twitter剛剛結了手 究竟是不是還在某一些 壟斷式的集團的操控手上 以致到他背後的演算法 他怎樣去配一些東西給你看呢?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他怎麼做的 是一個黑箱來的 以致到 就是就會涉及可能很多 那幾年前在選舉的時候 很容易去操控一個民意 可以通過給錢去影響那個選情等等 一些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這個當然首先 在現在來說還是很關鍵的 尤其是這些這樣的社交媒體 就是在少數的壟斷集團的手上 那當然也都很多人會討論 就是究竟 譬如 以後在這個網絡上面 那種傳播或者溝通呢? 會不會是可以是非集團化呢? 非中央化呢? 譬如說一些區塊鏈 或者一些加密的溝通的模式 它是不是可以取代到這些中央化的 這樣的一些社交平台呢? 那在技術的層面呢? 當然很多人都在談的 那我也都很難留一個結論 因為太多事情都在發生著 或者是很不肯定 究竟那個出爐在哪裏 但是我也都會嘗試提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現在那個政治民主的 就是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呢? 是不是可以回應到 新時代的 就是一般那個市民那個參與的需求呢? 就是大家是不是還很安逸於去 譬如 兩黨制 我不是選 美國就不是民主黨 就是共和黨 英國不是共和黨 就是保守黨 就是大家是不是還安於一種 這樣被動式的參與呢? 還是其實在 現在這個這樣的 就是大家那種 參與訴求爆炸的一個這樣的年代呢? 其實那個政治體制本身也都 就是凸顯了它很多的一些 可能已經運作了一整個百年 究竟那個議會制度 政黨制度 究竟是不是 都有一定的需要改革 以至到不同的環節 就是無論科技啦 就是公眾輿論 以至到政治制度呢? 彼此之間可以再重新去磨合呢? 那這個就是我特別想拋出來的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認為這一種科技的趨勢呢? 例如網上這一種大數據 智能工智能等等的濫用 是會有助於獨裁政體的確立或者固化呢? 我們用剛才演說法的例子 比如說如果我們一邊對話 那有一堆反對的意見 那很正常啦 正反意見就討論了 但是為什麼網上這麼多人 稱之為五毛 就是因為背後有組織 那如果是一個集團式的組織 它是有無限的資源的 然後呢 就不斷去任何地方都說它一套 那慢慢根據演算法 它就會壟斷了那個輿論 就是壟斷了那個知識 那如果反正你不讓它說任何事情 那你怎麼去認識呢? 就是它可能是真心地想的 那它有可能是五毛 它有可能是假人 它有可能是幾十十人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保持到那種多元的聲音 但是又可以避免 就是被一些真的有組織有實力 以及有部署性的機構或者政府去濫用呢? 所以正如你剛才這樣說 我當是我們身處在一個民主開放的體制裏面 其實都解決不了的 因為就是正正就是大家都可以各自發聲 但是又不知道究竟是真人、假人 還是很有部署這樣在背後 就是大家不遺疑的情況之下 去操控著那個輿論的走向 甚至是操控著你在社交媒體 看到些什麼、看不到些什麼 那剛才我們都還在假設一個 就是比較開放自由的這樣的世界裏面 去運作嘛 但是當然正如你說 這個世界另外還有一半 其實是說一些威權 甚至是近乎極權的政權 它在運作著嘛 那如果它參與這個遊戲 那當然整件事又會更加傾斜得非常嚴重 因為甚至無論是一些國際議題 或者是國內的政治 如果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 組織動員大量的資源 來去干預這個民意 甚至是去影響一些這些媒體或者平台 背後的擁有權或者它的管理 它是可以很輕易這樣去 就是把所有的民意推向某一個方向 或者推到一個很極端的位置 而這件事呢 實際上可能是 就是在未來來說 更加大的一個前代的威脅 就是說呢 當一些威權的體制 越來越發展得成熟的時候呢 它已經不需要通過一個 直接高壓的手段 而是只需要通過科技一個間接的 在一個黑暗黑箱的作業裡面 已經是 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去控制著你所接收到的資訊 甚至是在控制著你每天一言一行的 和你通過一些手機網絡 通過不同的電子裝置和你互動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在履行著那個威權 甚至是極權的統治 那這件事呢 就好像天方夜譚 或者好像在1984的那個 就是Big Brother的社會 但是其實這件事已經是 越來越發展成熟 而且真的已經在走行著 就是最簡單的看看新疆的例子 新疆境政就是一個 這些智能科技的一個很大的實驗場 然後每一個的公民 都是 一個很大的智能監控系統 而這些這樣的科技 一旦發展成熟 也都在不斷輸出 無論是一些發展的國家 以至到一些比較 叫做自由開放的國家 所以這個威脅我想是其中一個最迫切 或者大家要正式的一個威脅 你很熟悉左翼的理論 我當年都記得好像列寧 你糾正我的記錯的話 他好像說過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體 我一定有 共產黨一定有辦法顛覆你的 因為你真是自由開放 如果你是一個人監管 那一個人監管 其實你和我們不是一樣的 大概意思是這樣的 但其實這個正正是現在 這個叫做民主資訊 自由社會 是面對的兩難 如果你過分地監控 那其實就變得越來越威權 什麼都不管 就被人顛覆 在這個兩難 我們回到科技的層面 因為有些研究開AI的朋友 他們會認為 其實都不能無得防 你始終都可以辨認到 純粹自發和有組織是能夠辨認的 而且 現在最大的挑戰 反而就是 其實他也是自發的 只不過他是不自各地 他的思想 是被他每天看的東西很影響 雖然他是自發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樣想 都是原則科技的原因 他才會改變了本來的想法 那這樣東西 是不是真的已經防不勝防 我估計是在說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在說現在那套的自由民主 其實都在假設大家 無論是用社交媒體 用一些主流的傳媒 或者是其他方式的一些政治參與 那似乎我們還是有那個渠道去修正的 雖然正如剛才說 有些人在明 有些人在暗 那你就 在暗那些你就防不勝防 於是呢 就會造成很多扭曲 或者是 特別傾斜在某一些的政見上面 但是從那個機制 體制本身 似乎都還有他自我修正的 譬如有些東西太假 或者是 令到社會爭取一個地步 可能那些人會反省的 或者是 就算是 就是在用社交媒體也好 可能是有機會去冒陷到一些其他的聲音 可能是一些比較正面 或者比較良性的聲音 都還有這個 這樣的開放性 但是我講的 可能是第二個層面 是更加嚴重的 就是說我們不只是說社交媒體 或者大家有意識去參與討論 或者去參與 去提供一些內容 或者互動的那個層面 而是說 我們現在在用的硬件軟件 譬如很簡單 我們當然是在用一些智能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以外 你一開始都有提過的 譬如物聯網 IoT 其實大家可能應該都會留意到 就是越來越多會用智能手錶 一些穿戴式的裝置 以至到可能我們家居裡面 就是說我現在在用的眼燈 在說一些智能手機的很多裝置 其實它都是不斷搜集我們的資料 這些資料究竟是會怎麼用呢 它會不會是 除了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 譬如它當手錶 量一下血壓 看看你有沒有做運動之外 其實它是知道越來越多 你自己的一些私隱或者秘密 甚至那些東西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就是你的健康狀況 你的現在的情緒 就是喜怒哀樂 那些其實我們自己未必這麼清楚 但是當有這個很多的 叫做鋪天蓋地去偵測 我們的身體的狀況 或者日常生活的所有的 起居飲食的狀況 這些裝置 當它越來越了解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是相對於 剛才說的那個社交媒體 是更加不知不覺地受它的影響 譬如說它知道你現在很生氣 於是它就可能更加適合一些 令到你更加興奮的東西給你 或者是在ROT那裡 去銷售一些不同的產品給你 這些東西是越來越遠離 我們自己那個視線 或者是有意識去選擇的時候 這個其實剛才說過在人類帶 就是命運那本書已經開始有提到 會不會是導致人類走入一個叫做 後自由主義 就是說自由主義是假設每一個個體 是有那個辨別是非和選擇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越來越受到這些 智能監控的裝置去操控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有能力去做決定 或者去做辨別呢 這個才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所以這本書本身的題目是提到的 就是一種科技 它製造了一個好像 假裝到好像有自由 但是其實它無所不在 都在影響你的思維方式 這一樣的前景其實 是不是正正在這一刻 比如說中國也好 俄羅斯也好 它最希望發展的未來呢 表面上大家還可以用微信 買演唱會票 也可以在上面說一些無關同樣的討論 或者是爭論 去到某些時候自然就會反過來 但是當時人們已經不覺得了 因為已經是 那個手術已經是令到思維 先天有了一個四面牆的極限 這個會不會就是 我們可見將來見到的未來呢 沒錯 這個簡直就是 為什麼我特別想去 其實我2018年才出了一本書 叫做後就業社會 我相信也很多人還是很關心這個問題 就是人工智能 會不會取代我們的工作 就是就業職位 這個是一個最首當其衝的 譬如很簡單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無人車 尤其是有5G網絡之後 那你無人駕駛的車 基本上已經是很成熟的 那即時就會取代 數以億計的司機的就業職位 我想這個大家很清楚 或者已經意識到那個危機 雖然也是一樣 就是不知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剛剛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就是最新或者可能在可見的未來 一個更加 可能威脅更加大的一個危機 比如說在剛才說的那本 比較出名的書叫做人類大命運 已經提出了一個這樣的預言 而近這幾年在我涉獵的 就是探討這類問題的書裡面 可能有一本比較重要的 叫做《Surveillance Capitalism》 我見台灣應該在幾個月前 都應該出了中文版 如果沒有記載應該叫做《監控資本主義》 正正就是講那種 就是無處不在隨時隨地去 就是去偵測你個人的狀態 或者是你的日常生活 喜倌飲食的所有狀況 然後去配一些資訊 配一些產品 以至去到 就是調控你那種生活的方式 這就是那本書提出來 就是監控、監控 是通過現在這樣的智能裝置 是令到一百年前 比如說說 可能是《美麗新世界》 《1984》這些書裡面 是只需要通過科極 而不需要通過一個 即極權的官僚體質 已經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最後一個結論 你覺得如何去面對這個時代 就好像現在的生存 即是生存還在香港的朋友 慢慢的 如果他們擔心 即是由黃藍馬去到信任評級 又可能又會出現 其實整套東西就會落實 如果又不想接受 但又會擔心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意識 起碼我們不是這樣長大 例如下一代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 然後你每天 就是由幼稚園開始 就受這種教育 然後無所不在的監控 然後就用這些評分 決定是否升到學 出到國學去旅行 即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有什麼方法 逃離這種敵托邦線 即不是說實際的移民 而是怎樣可以突破到這個規範 首先你看到我本書叫《敵托邦》 當然基本上是一個 有一點是說人類邁向終結 或者是一個非常之差的 就是一個未來的一個這樣的景況 當然我也是比較悲觀的 或者是在分析過不同的情境 即是不同的情況之後 覺得都似乎那個 有些是好一點的情境 有些是壞一點的情境 但是基本上都沒有一個很長遠的 明顯的解決方法 但是也都正如我一直以來剛才強調的 就算我們沒有辦法去干預到演算法 或者一時三刻 沒有可能去解決到一些不同的平台 或者譬如社交媒體的擁有權 或者管理權 你沒有可能要它去開放 或者令到那個技術 可以令到大家參與到決定 這些未必做到 但是正如我不斷強調的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不是單獨存在的 它是跟我們的政治體制 跟我們的經濟的現在那個制度 以至到可能很多的國際關係 大概爆營 其實都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的嘗試改變 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到 當然有些人 有心人可能嘗試在技術方面 比如說通過一些區塊鏈 通過一些更加開放的一些技術的平台去處理 但是也不排除我們在經濟或政治層面 其實可能作為一個公民 它是有更加多的機會 比如怎樣去令到那個民主體 更加 responsive 更加有回應性 更加是可以去 怎樣去重新去掌握到民意 令到大家是塑造某種 在這個新時代之下的那種的共識 以至到是通過一些政治 或者經濟的改革 重新去掌握科技的擁有權和自主權 就是不同的路 其實都有可能去影響到這件事情 而不是一開始我們就會說 因為這個科技 這個極端被壟斷的一些技術 我們參與不了 我們控制不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創造一個更加 好少少的未來 我覺得在政治上 在經濟上其他層面的參與 其實也可以倒轉來 影響整個發展的趨勢 最後一個問題 剛才你提到 你設想過的一些未來 都是比較灰 我記得我看過一本書 好像叫做Live 3.0 沒有記錯 裡面也有說到 生物科技 整個改了之後 究竟人類的未來是怎樣 其實最好結果都不太好 最好差了 完全滅亡 那你剛才說 你推演的未來 其實你推演到多少個不同的可能性呢? 剛才我們說的可能主要就是 科技可不可能有一個比較開放 或者參與性的發展 或者政治上 現在那種比較極端 或者威權化的趨勢 有沒有可能通過普遍的人民那種參與去改變呢? 那另外一個我想都幾關鍵 也都和你的問題很直接相關的 就是那個 其實是生態和資源的狀況 就是說 人會不會在這個 就是被智能科技取代呢? 其實除了是說那個 純粹那個智慧那個高低 或者人還有沒有那個 譬如在經濟上面 或者在那個勞動生產上面 那個介紹之外呢? 其實還好看就是 究竟地球有沒有足夠的糧食呢? 有沒有足夠的能源呢? 資源呢? 就是說 有一個都幾吊詭的一個狀況 就是現在全世界面對的呢? 就是我們那個經濟那個的產業 是越來越虛擬發的 越來越多的一些我們的生產或者消費 就是在網上去進行 但是其實我們每天還要吃飯 吃飯的嘛 要喝水的嘛 要用電 要用能源 要有石油 就是在這個烏克蘭的戰爭裡面 就是看到其實 大家都還是很脆弱的嘛 面對那個能源的危機的時候 那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個很大的變數 尤其是 講著 就是全球那個的氣候 或者是 就是生態那個的狀況 會不會變差的時候 那如果是 這裡有得慢的話 那可能 比較多人呢 那個生存到下來 或者是 還有一個所謂人類未來的機會 又會大一些 但是如果在這方面 就是物質那個條件 地球的 這個這樣的狀態 是急劇轉壞 就是很不幸 如果好像是 氣候峰會 就是他們一直以來 是嘗試去 就是挽救著 但是似乎也都比較悲觀的 一個這樣的共面的時候 似乎一些擁有科技的人 他還會不會花很多精神去生產糧食呢 或者去養著80億人呢 這個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 究竟人類在未來幾十年 是不是真的有希望呢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變數 所以你說這個結論 就有點像 早排Netflix那套電影 好像叫做 科技大坑 其實就類似Elon Musk的造型 總之我有錢 有這樣的討論 但我寧願搞太空旅行 因為沒得夠了 不如搞定自己也算 你剛才說到的結論 就有點向這個方向 也都符合資本主義和人性 因為總統計算之後的結論 但是是不是這麼多 我們不知道 所以最後主要主要的問題 怎麼買到這本書呢 這本書就在印近了 應該大概在這個月底至11月底 就會在香港推出的 也都希望十月呢 就會在台灣可以買到 多謝Simon 可以有機會 讓我可以討論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 《智能革命下的四種人類未來》 我們希望其實都多些朋友 可以關注一些 科技的問題 其實微觀的東西其實很難 大家看到很多 剛才所說的東西 其實真的跟我們很相關 無論我們上網 日常生活 習慣 慢慢不知不覺之間 就是這樣改變 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再探討這段題目 今天先到這裏 多謝周宋明先生 好 多謝